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这些创作是来源于生活吗 当然 这个在现场中真的是有真实发生的 比如说我在2003年 我真的出过一场车祸 然后那个车祸真的让我 这个右边都不太好 现在弹琴就是完全恢复不到 我曾经的那个收拾状态 之前你写的《家国梦》这些 那么大气 然后现在小情小义的 是你现在对生活认怂了吗 对 生活认怂这件事 不存在吧 我觉得 因为压根就没敲得起它 你看现在很多演出 都是明星至上 娱乐至死 这是一种商业规则 毕竟有明星的话 他的这个影响力会爆炸 观众不是傻子 他来看的是戏 到最后还是要把所有人的注意力 和关注点放在戏剧本身 音乐本身 我写音乐剧我很慎重 我不是说三两个头就写一个 更多的是一年写一部 甚至两年写一部 我都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什么样的东西 才被值得写成歌 什么样的题材 才值得搬上戏剧舞台 我感觉小柯剧场就是你的乌托邦 但是我听说你音乐剧 拒绝了很多商业投资 或者是合作 我更想是做的是 演续本身这件事 我也眼睁中看到了电影市场 和资本的关系 然后电影的现状 这是有目共睹的 所谓聪明人 无非就是用资本做杠杆 撬动整个行业 这句话听得我 我都觉得特别好笑 我是想干一辈子的 我不想干三五年就卖了 就退了 你做音乐剧 最要坚持的价值观是什么 真实啊 就是真实 就我写歌也好 写戏也好 演戏也好 唱歌也好 就是真实是最重要 想到 故我今我 同为一人 并不是我难为情 在我身上 没有痛苦 只起要来 我望见 蓝色的大海 和翻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